敬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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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事情一定都要聽到 要做得最好嗎 他一定會祝我們這次的選議 可以成功順利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一股 堅定溫柔的力量 我們改變台中第二選區的選風 這一次的競選 兩黨大團結 為台中人民選出最優秀的立法委員 那麼不分黨派來支持敬余 那麼未來也要做敬余的化身 也要為正義來發聲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把我們的訊息傳達給地方的選民 所以今天來登記 我要回應的是地方選民的需求 因為地方的支持者 都非常的關注也非常的期待 所以沒有什麼好拖延的 開放登記的第一個時間 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我們要繼續把這條路行走 另外還有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在這段時間其實 我等一下在我們的政治上 在我的政見上會提出 實鐵性要方 也就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對它是有期待的 我們也希望有更多好的改變 民主這個齒輪一旦開啟 就會往更自由 更自由更快樂 更美好的那條路上走 1月9號 我們會帶著溫柔跟堅定的力量 讓這個迎著海 靠著山 美好的地方 帶來新的政治 我也說過很多次 這一次的選舉 不是我個人的選舉 更不是我個人政治生涯上面的追求 而是民進黨跟激進黨 我們在回應廣大的選民 廣大的民眾 包括中二選區的選民 甚至包含全台灣的民眾 對於新的政治 對於不一樣的地方政治 所期待的那個心意 很快樂